好 这起重大案件震惊全美 南加州警方刚从一流的连线当中 也可以听到现在正在围捕 不过相信相关的法律问题 以及包括他在脸书上的宣言 我们现在马上要连线给我们的律师 邓宏律师来 邓宏 邓宏律师你好 你好 主播你好 好 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从他脸书上的这个声明 似乎可以看出来有一些端倪 好像是警方是从这个脸书上 发现他的宣言的 到底这个声明还透露了哪些讯息呢 对 任何一个犯罪的话 尤其是这样残忍的手段呢 他都有个犯罪动机 从他声明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里边 他是觉得的话 他说说你让我自己没有家 我也不会让其他人有幸福的家 所以可以看得出的话 是充满仇恨的 当然的话这个案子里边 他瞄准了40个人 跟他的一个被2009年被开除 这个案子相关系的 这个非洲一的警察里边的话 在2008年的时候的话 他在训练的时候 他就向当地的 向他自己的长官的话 举报他说 我培训这个training officer的话 他踢了两下这个犯人 踢得蛮重的 出手很重的 这违反规定了 以后他就举报了之后的话 没想到里边的话 其他的长官里边 就说你这是仿报 编造故事的敌溃 以后要将他开除 那当时的话 他代表他这个人的话 就是官性律师 Randy Kwan的话 他以前我以前做记者 20年以前采访过他 他当时的话也是LAPD最高的 第一位的华人的警察局的分局局长 Randy Kwan的话 他是第二代的华人 他中文字叫关岸胜 他会讲台山话 但是的话国语普通话的不会讲的 他自己的话自学成才 以后一边做警察 一边的话考虑是执照 他后来做了警察之后的话 退役之后 他就自己做了律师 当时的他在代表这位枪手 Donna 以后就像他说 代表他说 你这样子解拼的话是不当的 为什么的话 他是他并没有是编造故事的敌溃 他的上司 而是他站起来的话 来主持公道 因为他的上司的话 踢了犯人 这是不当的行为 但是的话没想到里边的话 最后的裁决 说他有骗写假的报告 将他开除了 所以他在他的声明里面的话 就对所有这些出庭作证的 包括他自己的律师 就是这位官暗胜律师里面的话 说就是他跟其他人同流合伙 在一起里面的话 将害他的利益 造成他的家人的话 没有家庭了 因为他被解拼的时候 他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的话以这个的话 他要报酬 以后上面他写了40多名的 这个有可能会 他的公职对象 其中的话就包括了 这个官律师的女儿 还有他的家人 好的 律师 不过我们可以听到 因为他在这声明里头 说他要报复的是警察 怎么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不是警察 而是曾经帮过他 这个官律师的女儿 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为何他第一个下手目标是他吗 他觉得的话 他这个案子的话是关心 他因为他以前是 警察局的分局局长 后来的话又成为律师 他认为里边他在官律师 跟其他的警察都是一样 就是成为里边那个system里边的人 联合起来的对付他 给他造成一个不公平的 所以他将仇恨发射的 跟任何跟他解拼 被解雇 被开除的案子相关系的 所有人他都要报酬 所以为什么的话 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的话 警察马上派出了 所有的警察的保护 这些名单上面的话 相关系的家属 跟那个相关人士 好的 律师 因为像这样子展开报复 因为退休被开除 而展开报复的事情 在美国似乎也层出不穷 我们可以从这整起事件 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华人面对解雇 您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 两方面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也常常听到的话 尤其邮局的员工 不满上市的解聘 自己开枪 以后有很多大的公司 也发生里边的话 前段时间在南加州的 爱迪森公司也是一样的 员工解聘了不满以后 拿枪里边的话 照射同事 同事 雇主的话 在解聘的时候 一定要有很技巧的 毕竟里面的话 劳工法里面的话 是允许雇主他随时解聘 但是的话 你必须要让员工的话 有一个妥善的下台阶 所以一旦指的话 你硬是硬碰硬的话 老板在明处 这些公主管在明处的话 别人在暗处 并且美国是持枪的话 这第二受证案 是保证民众持枪的权利 所以很多时候悲剧的发生 就往往雇主的话 不是比心伤心比心的情况之下 里面 将员工贬得太低了 他会觉得的话 就是说 我没有nothing to lose 我只有命一条 我或去去了 同事的话 另外一个员工里面 被解聘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也是退一步 此家不留人 自有别家来留你自己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里面的话 你可以透过合法的渠道 透过律师 透过法院的程序 或者是劳工部 这样子替自己主持公道 不需要的话 走极端的路线 来造成这样的悲剧发生 好 我们谢谢邓律师 精辟的解析 同时锁定东西新闻 我们将持续带您追踪 这起重大案件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